蜡新聞 歡迎收看今天4月19號的蜡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宇寇 在我們這一波的Omicron的案情 雖然確診的病例逐漸的上升 可是在新台灣模式 也就是跟那病毒可能共存 而且不要求全面的清零的一個中間地帶 全國的民眾跟中央和地方政府 也在用平常心來加強疫情的減災 可是很不幸的是 今天出現了一位兩歲的男童 他竟然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就因為發高燒 而且他確診 但是在新北市的衛生局 沒有及時的將他送醫的 這樣的一個延誤之下 今天過世了 他只是成為一個 我們武漢肺炎 COVID-19發展過程裡的 另外一個悲劇 他的個案的 號碼叫做31553 可是31553後面有多少公務員的延誤 有多少地方政府 也就是新北市應該負起的責任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個爸爸媽媽和他家中的4歲的姐姐 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場什麼樣的噩夢呢 我們等一下要為大家來做一個真相的剖析 我們的目的不是在譴責任何一位政治人物 可是當侯友宜在新北塑造了一個神話一樣的 市政永遠第一名的奇蹟 的今天 我們想要非常沉重又深刻的請教侯友宜市長 你可以面對真實的狀況嗎 這不僅是一條命 這可能是國王的新衣被揭穿的開始 同時更奇怪的是 昨天開始隔離的柯文哲市長 曾經揚言說本周全台灣一定會因為疫情而大亂 不幸的是台北果然大亂了 北農的確診的人數開始進入雙位數 他又跨跨其言說要三級之一 各位新的病毒新的疫情要由中央地方民眾 各界的共識用平常心來看待 柯文哲又唯恐天下不亂嗎 去年的例子告訴我們 當疫情爆發到比較嚴重的狀況的時候 只會嚷嚷的柯文哲 總是最後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搬救兵來幫助他解決問題 這一次難道仍然如此嗎 在百般的很忙碌的疫情的防治當中 疫情指揮中心仍然有EQ非常平衡的陳時中部長 面對記者會裡面的兩歲的小朋友 在COVID-19的這一波的重症疫情的清醒之下過世 他覺得不捨難過 我想全台灣的人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記錄 跟這樣的悲慘的故事 在上海 那些人民 他們來發出了各種不同的求救的聲音 可是我們卻發現 上海來視察的中國中央的高幹副總理孫春蘭 他居然用擺拍用造假的方式來做了一個他視察疫情的一個鏡頭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他不能面對群眾當中可能有人染疫可能有病毒 因為他要回到北京 他要見到高官 他要見到那個不能死的習近平等人 這像話嗎 我們今天等一下要跟瞭解中共當局面對人民的痛苦的時候的態度 請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先生把他的觀察獨家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 最後我們要談的是台中市出現了一個奇奇怪怪的考卷 這個考卷據說是一本雜誌的置入性行銷 幫台中市政府做美化宣傳 結果這個老師把他當成考卷 當成閱讀測驗 當成填充體 這個考卷一出現 不是學生家長覺得奇怪 據說是打考卷的小朋友覺得非常奇怪 林靜夷委員把他公布在臉書上之後 台中市政府講的跟他們毫無關係 什麼樣啊 始作俑者就是你們買了人家這本雜誌的置入性行銷吧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到底有多少山寨的 到底有多少虛偽的城市的首長跟政治人物啊 最後我們要有一個獨家的探討 就是林佳龍的政國會 由什麼樣的遠大的拓展他們的地盤的計劃 而後面呢有力挺何欣純 新仇留系的這位委員參選台中市長 還有呢要爭取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要對抗我們在場的這位勇言會的何博文 他們推出的是余天 更重要的是在台北市 嚴盛慣對抗張茂南的英系推出來的市黨部主委候選人 據說背後也是政國會跟綠色連線來結盟 這種派系之間的消長以及派系所充滿的積極的企圖性 到底代表了民進黨的如何的成長 或是鬥爭真的能夠進步嗎 我們要跟各位做內幕的探討 來介紹今天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余美美 可可好 大家好 好 謝謝 第二位為各位介紹的是她即將要進行民調了 在新北市她參與新北市的民進黨的市議員的提名 同時她也是前台中市新聞局的局長佐冠廷 柯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她放棄了新北市議員的選舉 把這個位子交給了她的非常優秀的助理之外 她在爭取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的連任 不過現在碰到了一個程曉金叫做余天 她是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 歡迎你 繼續為各位介紹資深媒體人邱明瑜 大家好 好 謝謝 今天我們請到的國民黨的代表 是台北市議員張斯剛 大家好 好 謝謝 政治評論家烏朗東 褲姐好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 新北市的這個悲劇呢 對很多人來講 都是非常難過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絕對不是新北市踢皮球的時候 這也不是新北市在關鍵時刻 又說中央要跟地方合作 我們剖析內情 新北市政府的衛生局 新北市長厚佑儀 你必須負起全盤的政治跟道德上的責任 就是我們小弟弟 離開的人世 在我們半夜的時候走 我非常的難過 新北市長侯佑儀 一早參加活動時雨帶哽咽 染疫的兩歲小弟弟 凌晨過世 讓他心情很沉痛 下午指揮中心 也說明了男童的死因 這位兩歲多的小朋友 就已經過世了 接受這個訊息 我們當然都深感不捨 使用呼吸器 那也有接受這個肋骨唇 還有免疫的調節劑 再加上這個瑞德西韋來使用 併發這個敗血症 跟腦幹腦炎 所以這狀況是相當的嚴重 只是男童確診 病情怎麼會惡化這麼快 指揮中心部排除 還有其他的病毒感染 新冠病毒的感染 這個導致的這個敗血症 跟這個腦幹腦炎 相關的一個病毒的檢驗 目前是沒有看到有其他的病毒陽性 不過有一些病毒的培養 不會那麼快有結果 還需要後續再進一步的確認 釐清染疫途徑 男童的父親13號確診 6歲女兒當天也染疫 隔天男童開始發燒 下午高燒不退 陷入昏迷 晚間7點多 送進加護病房搶救 住院救治6天後 19號凌晨3點46分不治身亡 中央的傳染病的防治相關的規範 在這麼多的限制底下 我們要快速的調整 今天這個不幸的消息公佈之後 疫情指揮中心證實這位小朋友 因為他也是確診病例 他的病例的號碼叫31553 他是在14號的時候送到急診 雙核醫院 後來我們發現了中間最大的延誤 就是要請教冠婷 他的媽媽說他們在下午5點多鐘打電話 要求要救護車來把他送到醫院 可是新北市的救護車一直到7點多鐘才來 因此發燒就這樣子持續下去 送到醫院以後發現他確實確診 而且因為有敗血症 那14號雙核醫院非常的慎重其事的來照護他 已經插管了 那接下來送到了加護病房 負壓病房 然後16號 台大的兒科重症團隊很多的專家 還進行了一個共同的會診 可是呢 這個仍然沒有辦法搶救成功 那他是因為COVID-19的病毒感染病發敗血症 導致腦幹腦炎 今天凌晨3點46分過世 指揮中心今天氣氛非常不好 然後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說 還要再瞭解他究竟死因是什麼 可是這個過程確實新北市政府 是要負起一些延誤就診時機的機會 但是更不巧的就是因為剛好他們家人也確診 所以他沒有辦法自己趁車去舊醫 是這樣子嗎 是 寇姐其實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中和的兩歲男童 不幸過世的消息 其實我相信全國人民都是很難過 但是難過之餘 其實我們要討論的事情是 到底是個案還是整個制度性出了問題 我必須先講 剛才寇姐你開始講的說五點多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指揮中心對外講 這一個通報的時間點 其實是給足新北市留了面子 真實情形不只是這樣 我稍微還原一下整個的情形 我們時間回到十三號當天 今天是十九號 十三號當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兩歲的小男生 他發生發燒的狀況 那當時他的父親已經確定確診 所以他發燒 當然隔天就要進行相關的處置 所以十四號的早上他的母親 帶著他跟他其他的兄弟姐妹有兩個人 一起到了醫院去進行PCR的檢測 他到了下午的時候PCR檢測的資訊還沒出來 四點半的時候 這時候是四點半 小朋友就已經開始發高燒 可是檢測的資料還沒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的家人就依照新北市政府給的指引 打電話給新北市衛生局一支專線 這個時候是關鍵的時間點 因為四點半為什麼他的父親 在他的小孩過世之後 這麼樣的生氣 因為四點半小朋友一發燒 他就開始打電話 不是寇淺剛才講 五點半才打 所以四點半打了 打了幾通 不是一通不是兩通 打了十幾通 電話不是沒人接 就是不通 我講一下一般的這種 這種掛線的電話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系統 你打電話去 就算是戰線中 是不是應該會有系統講說 請您等待 然後等等等到前面的消化掉之後 後面就可以通進去 新北市政府的系統是 只要不通 就嘟嘟嘟 無法等待 所以他爸爸只能一直打一直打 打了十幾通 也無法在線上等 所以這一個時間點 第一個黃金事件 就錯過了嘛 後來到了下午五點的時候 PCR的檢測結果出來 跳出來 確定他是確診者 新北市政府 在什麼時候 跟這個家長主動聯繫 五點系統跳出來 六點半跟家長主動聯繫 家長表達說 我們為什麼打不進去啊 我先講 有些觀眾朋友或網友說 你為什麼不打119就好 新北市政府過去這段時間 告訴大家不要直接打119 因為要讓衛生局去協調病床 今天如果消防局來載 載到一個確診者 病床沒有協調好 無法載過去 所以他們內部 新北市政府 內部有個協調機制 就是衛生局接線 接到了有這樣子的需求之後 去協調病床 另外協調消防局派車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 對外講他們的機制 前陣子侯友宜市長 突然對大張旗鼓講啊 我們協調了七間醫院 我們居家照護全部準備好 醫療難能一切足夠 幾天前 四天前 開過這個記者會啊 四五天前才開記者會 對大家這樣子講啊 我說這個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不是單一個案 大家記不記得在一個多禮拜前 其實這是綜合一個小朋友過世嘛 這是今天 一個多禮拜前 我的選區三峽 一家六口確診在家裡 三天沒有藥 半夜晚上九點多打電話 找家長協會找我 我們送藥跟血氧機去家裡 我PO臉書提醒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長 陳潤秋跟他的機要 跳出來講什麼 左大廷標位的選舉動作 啊好啊 那今天這個小朋友過世 是不是也是選舉動作 我們一直在提醒耶 三峽這次案例 結果昨天 我又見到另外一個案例 是也是在新北市 一個先生 他的打來是一個女生 他的先生七十歲 有三高 確診之後 醫院打電話為他身體狀況 然後他表達說 他希望說他可以送醫院嘛 啊可是現在新北市政府的政策 其實是 如果也是年長者 應該要送檢疫所 陳潤秋跟檢疫所 結果也沒送 半夜打電話來 然後我們協調完 隔天去跟相關衛生局講 現在才送過去 就是說這整個機制 其實是出了大問題嘛